北京时间1月27日,12强赛第七轮比赛,中国队客场挑战日本队,上半场比赛第12分钟,日本队点球破门,半场国足0比1落后,下半场比赛第61分钟,日本队再次取得进球,这个进球将中国队的木桩防守打爆了。 上半场比赛,日本队1比0领先,中国队被全面压制,射门为0,摄政为0,脚球为0,在日本队禁区触球为0,可以说是被日本队摁在自己半场摩擦,国足完全没有还手的能力,而在下半场,日本队再次取得进球。 第61分钟,日本队左路送出传中球,禁区里的伊东纯,也高高跃起甩头,将球砸进了网窝,日本队2比0扩大比分。 这个丢球让球迷看得是十分愤怒,因为当时禁区里,有郑争和珠珠沉洁站位防守,结果这两人如同木桩一样,呆呆地站着。 这个丢球,国足两名防守球员可谓丢球罪人,门将严峻林使出了吃奶力气,也无法将球扑出来,看着身前队友这个防守,严峻林也是长久跪地不起。 这个球丢得憋屈,丢得不敢,严峻林很无奈。 首回合比赛0比1输球,本场比赛0比2落后,两场比赛都是被对手全面压制,可谓降维打击了,中国队在进攻端完全没有任何办法,而防守端也是漏洞百出,站桩防守太明显了,就这样的表现还想抢分。白日做梦。